大家好 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在週四的凌晨各有賽友好戲上演 到時由西班牙對陣安道爾 雙方整體實力差距巨大 群星會碎的西班牙在紫面實力上佔的絕對上風 更曝同安道爾的交鋒 西班牙贏幫毫無難度 西班牙是歐洲傳統勁女 球隊之前在歐國杯外圍賽表現出色 分組賽階段八戰斬獲七勝一虎 最終以小組投名晉級決賽週 期間西班牙展現出無與倫比的進攻實力 在米基奧耶薩巴、祖斯路馬圖 以及艾華路摩拉達等人的大領下 他們幫助球隊合共攻入25球 此外 西班牙還能夠保持5個失球 攻防兩方面的演出都值得稱讚 西班牙最近一次比賽系同巴西的各有賽 後者作為FIFA排名前五的球隊 其實力無需過多敘述 而西班牙與之交手不落下風 並且還能夠走莫三球 值得一提的是 其中兩球由諾迪克蘭迪斯攻入 西班牙厲害的進攻 想要凍穿安道爾的防線簡直輕而易舉 金普當然看好西班牙手獲一場大勝 安道爾實力薄弱 同樣是歐局杯外圍賽 但與上述西班牙不同的是 幾隊10輪分組賽一勝難球 最終以兩和八負的慘淡戰績收官 安道爾不僅以3個入球成為該小組火力最弱的隊伍 並且其20個失球同樣都是其中最差的數據 用貢不銳手不穩來形容他們最為貼切 競爭力不足的安道爾金像 與西班牙交風子倫充當培練的角色 儘量不輸得太難看 多謝收聽 記得like和share我們的片 立即下載M直播 無論何時何地 猶如置身現場 看盡足球 籃球賽事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